好的 大家好 歡迎收看S.I.C.I.車區 我是Andy老爹 我們今天來分享一下 這個Audi E-Tron Sportback 過年我大概試了12天的一個試駕心得 我們這部車之前在原廠 我們有參加原廠的公辦活動 從花蓮 充寶店 直上武嶺 到武嶺的時候 這個續航力只剩幾十公里 然後再一路下山 到南投走高速公路 到台中市區的Audi展接 幾乎里程數還變多 這個印象讓我滿深刻的 那一次是為了要體驗它的續航力跟動力 還有底盤 這一次我們想說就是趁過年 連續假期 那我也特別跟原廠再把它借出來一次 那我想說跟這個我自己本身的電動車特斯拉 可以做一個連續體驗 包含充電的一個使用比較 我這邊有整理了一些資料 我先講 我們試的是55Quattro S-Line 它的正式售價為349萬 那如果是你覺得在預算上有些考量 你也可以買入門 就是50Quattro一樣是S-Line 兩者的差異呢 最主要就是在動力的表現 還有在這個所謂的電池的容量 Quattro S-Line的話 它是搭載71千瓦小時的這個離電池 那如果是55 它規格比較高 它搭載了95千瓦小時的一個離電池 續航力也差蠻多的 50的話它的續航力 WLTP的標準測出來是347 那但我會建議買到55啦 因為55的續航力有到446 這是WLTP測出來的 以電動車的續航力來說 我覺得至少要到400多以上 你才比較不會有那種所謂的里程焦慮 300多可能就是daily use可以啦 你如果要到中南部的話 可能會稍微比較不夠用 主要就是差在電池容量跟馬力 那其他的配備 什麼天窗啦 什麼前方的這個Virtual Copy數位儀表啦 這些大尺寸的螢幕 全部都是標準配備 主彎也是全部都一樣 豪華配備皮革啦材質 然後包含氣壓懸吊 都一樣 好那我直接來分享我的心得 那因為我做了很多的筆記在手機上 所以我想說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個 我覺得買電動車 最主要考量就是在續航力 那續航力的部分呢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剛簽車的時候 這部車非常行 我簽車的時候大概 總里程是170幾 到現在是611 我先跟各位報告 因為我總共 充了三次電 那這一次呢 我把這個續航里程呢 把它故意開到很低 好現在是32 從我充飽電 上一次充飽 上面的總續航力的里程呢 它是顯示388 然後減掉現在32 這個電腦的部分 里程行駛了356 但是我實際行駛的里程 現在是611 然後減掉我充飽電的時候是330 所以是開了281 好意思就是我實際行駛281 但是表上的續航力356 你這樣一除 約莫是打8折 打8折意思就是當表上的續航力 假設有400的時候 代表你約莫只有320可以行駛 如果有500大概就有400 好你大概要打到8折 那這個呢 我的行駛的比例 約莫是8乘是市區 只有2乘是有上到快速道路 像因為我住內湖嘛 所以會有什麼提鼎啊 市民大道啊 然後還有那個環塊 這個這些速度 大概就是60 80左右 所以差不多就是打8折 但是有另外一個哦 注意聽哦 我剛剛講我充電充了3次 在我剛牽車 那時候也是充飽電的 它的總續航里程是371 我直接開到青浦 桃園高鐵站的附近 去找我一個朋友 然後回到內湖 再去訓練找我岳母 再回來 這個里程比較不一樣 總共表上的里程是少了70公里 但是 實際我開了86 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我的實際行駛里程 竟然比表上的續航力 剩餘里程還要來得多 這個是95% 全部都是高速公路 我有注意一下那個表上的這個續航力 剩餘里程 它比較特別的是哦 因為我去青浦嘛 所以我走一高 上林口坡 下來的時候 它的里程數 不減反增 就是你邊開它一直增加一直增加 大概有增加了快七八公里 但是實際上我已經到達桃園的里程數還變多 總里程只有少10 但是其實我開了快20幾公里 好反正我們以表上為主 我這個都有記錄的 拍給各位看 你看我的總里程是262 減掉出發的時候是176 所以總共開了86公里 意思是什麼呢 開電動車還是開高速公路比較省電 OK這個跟各位分享 那我有個心得就是我覺得 Audi的這一台 我們講一雙 其實它們的回充電能的效率 應該是比較好的 因為像我自己的特斯拉 我就不太有那個經驗 比例很少 就是說當你連續下坡的時候 它的里程會變多 我目前開都是 它只會掉 它只會變少 很少變多 這個跟各位分享 但是我沒有開到50 如果說今天是連續下坡 到50 然後或許也會增加 改天我有機會 試看看 或者是下面留言 如果你是特斯拉的車友 你也可以分享一下 你有連續下坡 里程數的一個變化的一個心得 還有幾個就是 我也跟各位分享 我覺得比較不太方便的地方 第一個 它冷氣出風口 你看它這樣的一個設計 有沒有 這邊因為有一個 突出來的這個造型 這個是飾板 那飾板的質感那很好 但是你看 這樣子的造型 那我那天把我的手機架 我要放上去 然後啵 吸不到 因為我是用磁吸的 吸不到 那我就換 換那個夾的 可能就不能用 假設你買了Audi一窗 你要買這個所謂的手機座 你可要稍微找一下 不要網路上買 買了之後發現說不會 另外一個就是電子後視鏡 電子後視鏡 我用了12天 其實有點痛苦 痛苦是說 我覺得它的視角偏大 可視範圍比較小 雖然這兩根後視鏡看起來好像蠻帥的 但是它透過這個螢幕去呈現後面的畫面 第一個不夠廣 那不夠廣呢 就變成我的視角會變多 那再來就是 因為我原本有個習慣 就是我開車的時候 我為了要增加可視範圍 就是減少視角 我開車的時候會想 比如說我往左看 我會這樣子移動一下你的身體 然後看一下更多的地方 但是電子後視鏡沒辦法 就沒有辦法讓我這樣做 那所以讓我在倒車入庫 路邊停車的時候 要花更多的時間 那感覺我自己技術變差 其實不是 是因為我看不到 再來就是這個螢幕呢 使用的時候沒有距離感 意思就是我要倒車的時候 我看後面的車好像很近哦 然後我就開始打前進檔 我想說不對啊 怎麼會這樣 結果下車一看 根本還有這麼遠 但是看起來好像快撞到 這個是電子後視鏡 看起來炫 但是我認為一點都不好用 E-創是很好的車 但是這個後視鏡 我建議是不要選配 因為真的真的不好用 好 再來就是 E-創的隔音非常好 好到我非常enjoy 在開車的時候 但是有一個就是 冷氣出風口出來的一個 冷氣聲音 當它調到最小的風量的時候 還是稍微看 比較大聲 稍微明顯一點 缺點講完了 其他都是優點 優點呢 第一我剛剛講隔音超棒 第二個底盤扎實度非常好 你看奧迪E-創大概有 2.5左右的一個車重 所以它整個電池是鋪在底盤的 所以讓你在任何路況 任何時速 在行駛的時候 你都覺得它底盤壓得非常穩 然後它的這一組氣壓懸吊 表現也非常出色 就是很快的可以吸收它的彈跳 然後你的車身 其實坐在後座 我那天好幾個朋友有坐 他們想要體驗 Audi E-創電動車 跟特斯拉有什麼差異 每個人都說 這才叫車 真的我沒騙你 他們都說這才叫車 就是第一個包含的底盤扎實度 封切身 組裝品質 這個都是他們很喜歡的 好 整個車內的質感 車技梗 你看外面那個板件的公差也是 這個就是傳統車廠造車工藝 所應該有的品質 它是完完全全的展現在 所有的Audi車上 包含這部一創 那再來就是 我覺得這個車 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天窗電動椅 然後你看兩個大尺寸的一鏡目 前方也有12.3吋的一個數位虛擬儀表 這顆Audi E-創55最大馬力是408P 然後扭力是67.7 電動車它的馬達特性 你油門一下去 瞬間扭力就達到最高值 這個部分我覺得不用擔心 你不會覺得說開起來完全不笨重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它的加速設計的比較線性 特斯拉比較猛 就是油門一踩 那個貼杯感馬上出來 所以有好有壞 那比較線性 對乘客的舒適性是比較好的 因為有些人在踩油門的時候 可能一踩就是30% 50% 煞車也是 然後講到煞車 一創的煞車設計的也蠻線性的 那還有一個優點 就是也是特斯拉沒有 它的回充模式總共有三段 透過後方的這個回充撥片 現在不能叫換檔撥片 現在叫回充撥片 直接在這邊調就好 那比如說我喜歡回充力道大一點 乘客下車 我就可以撥到最強 乘客上車 我為了增加舒適性 我就換按左邊 把它回充力道關掉 那特斯拉的話呢 必須要到中控螢幕裡面去設定 那也只有兩段 這個就是比較 Audi一創比較方便的一個地方 充電 我覺得買電動車是這樣 車子本身沒有問題 但是你最需要改變的是你的 出油的里程規劃 你可能要得要做這個動作 特別是要過夜的時候 因為你不能再隨心所欲的去找飯店 找汽車旅館 找住宿 而是你得要遷就所謂的充電站 或者是在旅程的途中 去找快充 然後把你的電充保 稍微會有一些麻煩 但是我認為其實真的不困難 那現在呢 台灣的超充也越來越多 除了原廠自己建的 像Audi就有六個點 但每一個點呢 應該只有一個座 那每一個座有兩支槍 所以就是總共有12支槍 它用的是CCS-1 CCS-1快充 它最大支援到150千瓦 但是你如果到外面的坊間的超充 大概也只有70、80可以充 那以551創 我剛剛講它的電池容量是95千瓦小時 所以約末大概也要充個一個小時 才會充飽 那這個部分就 也是等下稍微習慣一下 但我覺得應該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那CCS-1應該也現在是 普遍快充裡面 除了特斯拉以外 是最普遍的 所以我覺得 就是要稍微規劃你的旅程 我先去哪充電 再到哪個景點 然後再到哪個住宿 稍微規劃一下 其實我認為真的還行 不會太難 另外呢 我們都會在意電動車 每一度電可以跑多少公里 我計算這個所謂一般市區 那這個市區呢 包含了上山下坡 然後我包含也到了這個很多的地方 到外海啦 北海岸等等 這樣總共算起來 我現在手機告訴我 我現在的電量只剩8% 所以等於是用了92% 95度用了92% 約莫是87度 那總里程是281 所以281除以87.4度來看的話呢 就是每一度電可以跑3.2公里 如果你一度你去超充9塊的話 9塊換3公里 等於是1公里就3塊 那你如果是在加充 一度電是用3塊的話 那就是1公里 約莫是1塊 以上呢是我的心得 當然啦 我們今年還有很多電動車鑰匙 包含有賓士的 那特斯拉看整個Model Y會不會進來 你看然後包含像其他的品牌 我覺得很多 那我覺得它是一個趨勢 那對我來講 其實我個人非常喜歡在電動車上 去享受我的移動過程 那我很喜歡e-tron的幾個點 我剛剛講 在車內的整個質感 該有的品質它是有300多萬的一個價值 我覺得而且是超過的 整個隔音 然後行路的這個品質等等 然後加速也非常線性 也讓車子非常輕快 這個我剛剛前面都有講過 就整個來講 我覺得認為假設這部車 它換成了傳統後視鏡 我覺得會讓我更喜歡它 那再來就是它的續航力 當然就稍微比較少一些啦 所以使用起來我覺得 你如果沒有要常跑什麼台南高雄 我覺得倒也不必太擔心 基本上我覺得都是相當夠用 除此之外就是等你去試駕 有空去體驗看看 現在到各個展間 應該都可以試到e-tron 那我們今天就分享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拜拜 旁邊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